我們今晚回來激辯 再繼續談談香港怎麽辦 剛剛談到經濟問題 經濟怎麽辦 現在經濟不太好 中央政府經常溫馨提示我們 說香港有深層次的矛盾 這個深層次的矛盾可能包括政治 包括經濟 或民生的問題 大家老友談談 其實深層次的矛盾不一定是政治 因為政治的矛盾一直都存在 因為你是不民主 自然有矛盾 但我覺得深層次的矛盾 主要是 老實說 階級的矛盾在香港 這幾年 就是我們最重視的 貧富越來越遠處 貧富越來越遠處 坚尼是數0.53 全亞洲最高 貧者予貧 富者予富 但整個人均的收入是3萬美金 3萬美金等於發達國家地區指標 但香港竟然有超過100萬的窮人 貧富越來越嚴重 翁敏 你不如有甚麼建議 我的建議很簡單 政府現在有這麼多錢 你就要利用這些錢去製造就業 還有 不可以讓資本家壟斷資源 將財富做一個比較合理的分配 例如公用事業 例如那幾條隧道 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都說 我現在給很少稅 但你交很貴電費 交通費很貴 那不是稅 菁姐 我想問 政治上有甚麼深層次矛盾 我覺得中央是懂得說深層次矛盾 大家亦都知道貧富懸殊問題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香港的政策 無論是英國人統治的時候也好 或者現在是北京統治 都是傾斜去那幾個大財團 我70年代 很老了 做記者的時候 立法局議員已經跟我說 他說我們香港人這麼辛苦捱 都是為幾個大地產商家族賺錢 到今天2009年 又是這樣 即是中央他自己知道 但他是鼓勵這些東西 你記不記得 很多年前 都不是很多年前 他們要談的問甚麼 就是問那些大地產商 要是請他上北京 要是去深圳 請他過去聽他說 你其他香港人 我免得說當是垃圾 不過都是差不多的 我給他看一問 經濟上有甚麼深層的麻煩 中央中見甚麼人 我不知道 不敢說 但內地的政策 就很明顯 他不是主張炒地產 內地就很重要 科技創新 即是自己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 自己要有自己領先的科技 不要一味賣T-shirt 賣鞋 賣些便宜的東西 內地和香港最大的分別 香港就是大市場小政府 即是當一個神儲牌 攬著死都不放 內地那種叫做計劃的自由經濟 就算它搞市場經濟也好 政府那個影響力和政府的政策 是可以干預市場 它可以調節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些 香港犯的毛病 它可以改善 就是這個意思 戰略性的思想 我認為哪些是我們應該在找的 科技啊 它聚焦去做 因為它政府定計劃 它政府定計劃 所以那個叫做計劃的自由經濟 但我們香港不是 你經常強調大市場小政府 然後大市場小政府 就繼續向大資本家傾斜 即是你以前只是靠貿易地產 只是靠貿易 你就不用政府做一些 我想問你劉光說 一個高地價政策 就令到經濟很難搞 你住貴屋 是吧 捱貴租 你做生意又交昂貴的租金 佔了成本一大部份 現在很多中小企 或者那些小的店舖仔 就算經濟環境好的時候 就有加租 經濟不好的時候 你都沒有減租 那也是一個 怎麼搞呢 我認為幾個深層次的矛盾 其實大家都說出來 但政治上的深層次的矛盾 卿姐我只給你說 你沒有說出來 我覺得現在 你說經濟的發展 和政治是息息相關的 你說我們不要搞政治了 我們就埋手搞經濟 未必得的 所以這兩者是完全有關係 剛才我們上一節 就說炒炒鬧鬧 不好意思 我用這個字眼 但我只覺得香港 炒炒鬧鬧 很正常 我用一個字眼去形容 很正常 但我自己想 或者我自己的期望 就是希望大家同心 就是這樣 卿姐其實是說得對的 現在我們的行政長官 和這個立法會 其實是脫了折 在立法會裡頭 如果你真的要施政 要比較好的話 怎麼能夠拿到 絕大多數 或者大多數穩定去支持 這是非常之重要 這是第一 第二 你現在看抗疫的一役 特首來說 他是比較明快去做這個決定 而且有一個團隊的精神 這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將來來說 就是下一屆的特首 如果真的要選舉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選舉 現在也會選舉 要選舉 但下一屆就有普選特首 更加重要的是 選舉前 你是要埋班 你是有一個團隊 那你們就不要支持 否則你之後就被我困難 管地立法都不准 行政長官屬於政黨 那這個是一個深層的問題 我這個毛囚囤就是很怪 我們點出那個毛囚囤 你說沒有一個穩定多數 現在是有 大哥 只有23個泛民 你有37個親建制的 還不是穩定多數 現在絕對不是這樣 所有的法案都督定通過 我看 是嗎 政府要買債 我就不給那麼快通過了 所以不是我 他們都不敢來找我 你一票而已 你先去買一堆 雖然只有票 我多話說 我們都不想 兩大陣營 經濟問題和民生問題 有時都不是錯案害 都不是的 大家都是建聯和工聯會 投票立場一樣 所以有時就不是這樣 沒有錯了 現在工聯會和我的投票立場一樣 沒有錯了 那個臭小子 所以問 有時我們和他一樣 你說我投票立場又怎樣 你又很飄乎 有時支持黃毓民 有時支持方剛 但都沒有用 大多數人支持的那些 都過不了的 很多時候 過就很難的了 過就不需要過了 剛才劉剛華說 這個矛盾就是 行政立法 始終就出現一個 這樣的寒溝 因為制度的問題 制度的缺陷 民建聯 如果你真的說那樣 你就不要支持行政長官條例 就說要他放下去 說不准是屬於政黨 這不是問題 這不是問題 他是非政黨人士 但都可以統合 你是政黨 田北俊自己都懂得說 統合不同政黨 他都算是可以的 他臨選辭職就行 卿姐 我解釋給你 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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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足夠的資料 你又不要看低市民 他沒有足夠的資料 他沒有足夠的資料 你剛剛才說了 所以我們不要看低市民的智慧 市民不希望有一黨獨大 但你又學習了 好像代表香港人 市民是想大家團結去做事 我們以往好幾年 由七黨由八黨聯盟 大家做到事 市民是 大家去做事 我們馬上說股菜八黨聯盟 一起去做 這屆沒得做 因為中聯辦叫民建聯 千萬不要跟反對派搞在一起 一離開大譜 以前 我們大家一起去做事 我沒有跟你搞在一起 我們以前一起去做事 所以 你說我們大家是要反對 他們聯會搞在一起 我發覺 工聯會是維護工人 我們也是 他們很基層 所以那些 例如水仔 最低工資 最高工時 工聯會現在都不支持你們 但是工聯會 六四是怎樣立場 好選怎樣立場 你現在 就算有次是用背景 你說清楚一點 你不要互動 那些觀眾 那個路線 就是一件事不對 每件事都可以不對 你說他是不是很難 你說這個人 你不要說 劉光華 我覺得他對 劉光華我告訴你 沒有問題 經濟民生可以合作 我完全贊同他 因為工聯會 他基本上是港澳工委領導 直以來 你看工聯會的廢章 中間那顆星 就是共產黨那顆星 民建聯黨是共產黨領導 共產黨外圍組織一度是 你不是核心的 你不是港澳工委 你不是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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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觀點 我非常贊同 就是市民不喜歡我們吵架 因為我不敢代表很多市民 我站在街上拉票 跑馬地 跑馬地中產 有一位太太跟我說 你只是那個選區 你只是部分選民 你兩個人喜歡吵架 有些選民 劉光華你幫我 我有兩個選民 一個跑馬地的太太跟我說 你選擇不要跟人家吵架 另一個婆婆更好笑 她是愛護你 怕你不夠人家吵 不過要問了 你明白嗎 愛護人家中笑 我們這一節 但你一定會回來再談